提到壽命,女性通常會比男性長命些 依據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資料 美國女性和男性在2019年的與期壽命分別為81.4歲和76.3歲 事實上,身高與壽命也有關係 而且矮的人傾向於比較長壽 根據CNBC網站報導 針對身高較矮的人可能長壽些 法國人口統計學家K.年老學家羅賓 與美國哈佛醫學院的長壽專家辛克萊提出他們的說法 昔日,身高較矮對長壽不利,但現在情況已反轉 羅賓說在許多年前,人的平均身高比現在矮很多 因為他們在年幼時經常營養不良 在無法適當發育的情況下,他們無法對抗傳染病 但現在的情況已不一樣 在2003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 依據數百萬人的死亡資料 身高與長壽之間存在著負相關 也就是比較矮的人似乎會比較長壽 比較矮的人有比較低的死亡率 和比較少的飲食相關慢性病 尤其是在中年以後 另有研究說,有超過2500名包括男性和女性 在內的芬蘭運動員中,全國各地的滑雪選手 有比較籃球選手矮大約6英寸 但通常會多活7歲左右 羅賓解釋這種情況 在生物學原因可能就是 當你長得比較高時 你需要比較多的細胞複製來填滿你的身體 亦可能會令你比較快筋皮力盡 女性身高比男性矮,而且比較能挨苦 申克萊說,身高有關壽命 你越矮你會越長命 而女性的身高與她們越來越長壽命完美相配 申克萊提到男性與女性的身高不同 是生長激素的水平不同所造成 女性分泌的生長激素會比男性多 而生長激素的水平就會影響壽命 然而羅賓主張說,女性比男性更能抵抗死亡 因為她們比較能承受苦難 只要男性保持健康無殘疾 她們的死亡率會與女性一樣 但男性如果健康不佳 她們的存活機率不高 女性對不完美的健康比較有抵抗力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